日本的花魁文化 日本账户时期那会儿 有一种很特别的巡演 叫做花魁道中 花魁指的就是级别最高的青龙女子 在日本古代的时候 花魁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并不是每天都能轻易看到的 通常只有在大人物来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门迎接 花魁建客的场所叫做杨屋 去杨屋建客的这段路 在古代叫做道中 所以花魁在前往青楼路上的这段巡街表演 叫做花魁道中 今天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导国的这种花魁文化 因为花魁在古代的日本有很高的地位 所以他们在出门的时候也是很讲究排场的 正前方是花魁的仪仗队 前面两位提着登陆的在日本叫南义 登陆上面都会写着花魁的名字 日本的花魁有很多种等级 最高级别的通常会被称为某某太夫 这个登陆上写的杰太夫 就是代表日本关系京都地区 最高级别花魁的称呼 跟在后面的两位红衣女孩 在日本的古代叫做突 是伺候花魁的丫鬟 手上捧的也都是花魁小姐姐的一些私人物品 花魁边上的那位叫做借借南义 主要的作用就是服好花魁 别让他跌倒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角 花魁走路的这种步伐通常被称作为蝴蝶布 但当地的老百姓都管这叫拔子布 他们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非常贵重的 眼前的这种和服叫做打褂 都是用上好布料做成的 听说每件都要上百万日币 而且非常的沉 通常都有几十斤重 他们脚上穿的叫高木鸡 大概有20公分的厚度 在当时来讲 这也算是很时髦的一种穿法了 大家看着的走路貌似很轻松 其实这种走法对脚的力量要求还是挺高的 花魁手上搭的可不是保暖用的棉被哈 那个实际上是他们和服上的腰带 在古代只有DV高的人 才会把和服腰带放到前面 而且说了这么半天 花魁才走了几米的路 日本有句土话 就是花魁走路比牛慢 大家看过这段视频以后 应该会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了吧 要想成为花魁 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听说培养一位合格的花魁 通常也都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花魁的队伍在到达央务 也就是青楼后 通常也会在门口简单跟大家问候一下 表示感谢大家的关注 到此花魁到中的巡演就结束了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话 花魁真的不是男扮女装 谢谢大家